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將會在九月八號召開 目前通膨嚴重 外界就預期為了反映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年增率 這個調幅一定會超過百分之二 而目前蔡政府是連續七年調漲 勞團就呼籲要擺脫低薪 月薪最少應該要調到兩萬七千六百元 至於是否月薪時薪脫鉤調整 行政院表示會做通盤的考量 農部公布將在九月八號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目前嚴重通膨 勞資雙方都有共識調升金額 勞動團體指出 如果以OECD的標準為基礎要擺脫低薪 呼籲基本工資的月薪最少應該要調到兩萬七千六百元 如果可以落實基本工資三萬元的話 也是樂觀其成 至少要比照軍工教至少要百分之四 我們的薪資通過是大約十萬二 曾以三分之二的話 那在台灣來講 只要工資低於兩萬七千六的話 就是低薪資 蔡恩甫上以來已經連續七年調漲基本工資 平均調幅是百分之四點零五 從一百零六年的兩萬一千零九元 到一百一十二年的月薪是兩萬六千四百元 時薪一百七十六元 學者指出雖然製造業跟內需產業的景氣不同 但是審議結果一定會反映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目前預估是百分之二點一 因此調幅一定會超過百分之二 外界預期漲幅將會有百分之三 但是工商界擔憂會衝擊製造業 建議月薪跟時薪要脫鉤調整 行院副院長鄭恩燦表示 過去其實月薪跟時薪調整幅度略有不同 會做一個完整通盤的考慮 記者韓英謝其文 詹淑雲綜合報導